今天繼續在曼谷玩 我們今天要去的是最大的兩個水上市場 還有一個鐵路市場 鐵路會從市場走進經過 今天的行程也是在距離曼谷開車大概一個半小時的地方 很明顯我又是搭Grabler 實在是太難的搭大眾運輸了 不過我這次選擇包車 今天的費用大概是2300泰銖左右 司機會從曼谷把你接到水上市場跟鐵路市場 然後最後再把你載回市區 我覺得這樣玩還蠻省心的啦 因為畢竟這個地方還蠻便宜的 下次來的人也可以考慮看看喔 我們到了那個丹嫩沙坨水上市場 這裡應該是周邊最大的水上市場 但我聽說最好不要在上面吃東西 因為他們那個洗的盤子都是用那個河水洗的 我確定喔 旁邊就是水了 他陸地上也有一些可以逛的小商店這樣 你還有大小盤子嗎? 400泰銖嗎? 對 30分鐘 對 OK 我們要上船了 哇嗚! 嗚! 耶! 我們要弄一個盤子的 我們現在上船 然後我們剛剛那邊砍超久的 一艘船我們四個人 然後有這個陽傘的 他一開始會跟你說一個人要200塊 所以我們四個人要800 也一定要砍價 我們砍到就是一個人100 一艘船400塊 一艘船的價格大概在300到600是比較合理的 好神奇喔 旁邊就是賣那個東西 不知道價格怎麼樣待會可以問問看 我看一定要選那種有陽傘的 不然真的超級熱 前面是擠在一起的 最喜歡那種擠在一起的感覺 可以嗎? 不不不 謝謝 他把你拉過去然後看這些東西 好神奇喔 謝謝 謝謝啦 謝謝啦 你看他 他把我們裝上去了 好貴 不過你說貴他覺得很辛苦 謝謝 不要好貴 不要說貴喔 爸好貴 喔 那小100 八200 二 我說貴結果被嫌棄了 確實在這邊工作還蠻辛苦 我現在坐在這邊都覺得好累 但是這邊那個價格真的是蠻貴的啦 就是一包水果大概就100塊 你說我用叉子一大張 喔在下面洗一洗 對對我有看到 對所以這邊 紀念不要吃那個盤裝的東西 因為他們就會在那個 這個 大家眼見可看到這個水裡面 洗盤子 還蠻驚人的 你要買的話 就買那種椰子 然後現開的 不會涉及到餐具的東西 而且一定要真的要砍價 不然真的會被坑 我剛剛吃了一顆20塊 一顆20塊是什麼 就是椰子 立即拉肚子的這樣 喔 外面賣椰子一顆20塊 剛剛那顆100 我決定買那個椰子了 一顆50塊 剛剛覺得還可以 它那種現開的 就會比較衛生 謝謝 好重好重 哇 椰子不要拿去盒子 對齁 對齁 謝謝 口噴卡 口噴卡 好忙喔 超甜的耶 超好喝的耶 超甜 嗯 像哪個 對 哇 超甜 啊 還是要買一下才有感覺 賣這個幹嘛啊 哇 哇 好前衛喔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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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很好 它船上烤了 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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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出發前會幫你拍照 它目前標價150 但是我們殺到100塊 成交 讚讚讚 真的是前衛道不仁直逝 他前往第二個水上市場 安帕瓦 今天就是把那個神奇的水上市場跟鐵路市場打卡完成 來一趟那麼久對不對 一定要看完啊 我們到安帕瓦水上市場了 他們說這邊是只開五六日 真的沒開啦 沒什麼人的感覺 超冷清的 好 雖然安帕瓦水上市場沒開 但是我們還是在岸上找到一家有冷氣的米粉丸子店 我通常知道泰國還蠻瘦的 因為天氣太熱了 所以其實沒什麼食慾 湯好甜喔 試試看這個手工丸子 超激到的 米粉湯的話在泰國也是必吃的 這米粉還是冬粉 冬粉 冬粉 好Q喔 對啊 然後還買了這個 這應該是鞭食吧 肉很多的鞭食 這也是鐵路市場 它的那個攤位都擺在鐵道上面 然後這個鐵道不是廢氣的 是會有車經過 車來的前 大概十幾分鐘 這個鎮會 警鈴大座 然後所有人就會把那個攤位移到旁邊 放火車過去 超級經典 就是沿著軌道白 欸這裡20台 蛤 喔 在美工鐵路市場 如果你想要拍到火車 剛好經過市場的這個畫面 就一定要留意一下火車經過的時間 這次我們因為是泰國的司機這樣來的 所以他已經是先幫我們查好時間 既然都來了就不要錯過這個精彩的畫面喔 撤了撤了撤了 哇 很快速的就收完了 喔又來了 好慢喔 超級慢的 緩慢的精彩 哇 很近 立刻恢復原裝 這鐵路可以來宅宅 其實它那個車很寬 所以它會退到最旁邊 如果頭就是稍微在外面的話 你真的會被撞到 他們就立刻這樣恢復到正常的生意模式 好好玩喔 這邊上要數到五塊錢 然後這個很酷 還有個閘門可以投錢 這有打到收益的心 有打到你的心嗎 很可愛 天啊 晚上我們回到市區逛拉差達火車夜市 具體為什麼叫火車夜市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這個地方的夜市規模還蠻大的 然後每一攤每一攤非常整齊 晚上燈亮起來也很漂亮 很適合喜歡拍照的小哥哥小姐姐來喔 真的超愛泰國的啦 喔對了 這個是必吃的火山排骨 來的人一定要吃喔 味道絕對超乎想像 明天就要離開曼谷前往巴泰亞了 泰國旅程繼續中 睡覺